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大的变化 您这是一种保险的一种做法 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 我也觉得八辈子想不到的人都出来了 八辈子想不到的事都发生了 尤其对于丁教授过眼烟云这么多年的人来说 您不觉得就跟您年轻时候的世界有很大变化吗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最最无聊的到中年来一段 我年纪少的时候因为天下大乱 中国是文革 见多了就是你不能理解的事 后来中间一段就比较稳定了 现在开始到了这个时候 又要动一动 有个青少年的时候又回去了 运教华盖 这叫运教华盖 哦 这对他来说还算劫后余生呢 对 咱就说说这个特朗普跟这个小英子 现在是不是都聊妹呢 聊起来了 然后这个 特朗普你觉得 他真是一个傻子菜鸟小孩 还是有什么人在给他背后支招 对 还是高手的 其他几个定义呢 可能不大贴气 当然我觉得他的心态也能小孩 这个是比较贴气的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 我问了好多美国做那个 美国政府的那些人 他们说至少有三种可能 一种可能 他现在比他生病的那些基右派分子 在耍他 因为他对外交 对政府运作系统不清楚 而这些基右派 以前等了好多年 想在这种事情上有所托普 台湾问题上 这是一种 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比较靠谱 因为他讲了很多的名字 所以我听到一个评论 就是说 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 说特朗普不知道 他不知道什么 对 但是更要命的是 他身边的那些人 知道他不知道什么 这就是您说这种 对 还有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方面 在他出来竞选之前 就给他这个公司 就放了一点诱饵 钓鱼 就是 就是那个桃圆机场 要做那个大项目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跟他家族的利益 就绑架在一起了 台湾盖酒店 台湾就老早就在铺垫了 因为台湾做这种事情的话 也是做了几十年 因为他们 就是说 自从青年代以后 没有这个所谓的正式的 跟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 正式外交关系 我不太相信 他经常要走这条 但我不太相信 他这个亿万富翁 会把他们家族在台湾盖一酒店 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他不是说要退出所有的那个商业吗 他不是说 是啊 同志 他头脑这没有什么国家利益 或者本来没什么多区别 你看那些做的事 也就跟住公司差不多 第三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性 实际上就是说 根本就不重要 但是呢 有的人希望把这个事情 炒得一重要也好 那就是蔡英文他们这帮人 他把这个事情炒成一个 开天批记 那对他来讲 无论是在他的民进党 在台湾 还是对他下一步做什么事 那就等于说 打了一个批天响来 但是我看 咱们这边这个微信公众号 都开始珊瑚了 就是说东风导弹 就是集群发射 然后基辛格跟习大的见面 传递的是什么消息 东风导弹 我跟你讲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他也是那个做媒体 以前是同事 他做过一个调研 就是说2012年 那是不是刚刚有那个 什么微博开始 他就调研 就是那一年美国大选 谁在谁最关注 这个美国大选的新闻 谁发的最多 不是那些像关心国际政治那些 是什么呢 营销号 他就什么东西 他热一下 你说什么东风导弹 上了这样 他是为了营销 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愿意珊瑚这些 你说他要为了营销 东风导弹 不是 不是 他卖别的东西 他只要是有 他要营销 东风导弹 就话说回来 特朗普吧 其实我现在觉得 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是人人心中 有一个特朗普 就他是一个 一个篮子 就是每个人都在 他想象当中的特朗普 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其实是什么样的人 每个人都在想象 我之前 我又写过篇文章 是引用那个纽约客的人 有一个他的那个影子写手 就说特朗普 其实成年以后 他怀疑他没有再读过书 说从来没有在书房里 就是没有书房 就家里没有看到过有书 哪里也没有读过书等等 但我最近呢 我碰到一个 特别有学问的一个人 还是开书店的 他是称 称这个 就是这个特朗普的 他解释了很多是 为什么为什么 听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我就问了一句 我说可是 你觉得特朗普 知道你说的这些吗 就是你解释了那么多 他为什么是这样做 他真的知道吗 就每个人心中 有一个投影 他为什么是这样做 就像每个人心中 都有断背山 特朗普 你可以看看 我觉得有时候台湾 其实我有时候 觉得也挺逗的 就说这个蔡英文 我现在慢慢 我感觉 这个小英子 这个格局不大 就是咱就从品评 人物上来看 我总觉得这个人 就像他老缩这个脖子 有点鬼头鬼脑的 我现在觉得 像是伏手比较好 对 就是你比如 我上次听李敖 还在这说过 你就你知道 就是说他一方面 是有他女强人的一面 自然是有的 但另一方面 有点 比如说 就是说原来 在立法会的时候 说有一次 跑到李敖身边 说李大师 我们喜欢你 所以你看 他有点这么 所以你看 有时候你知道吗 这次特朗普一当选 好多国家首脑 那是吃了黄 哑巴吃黄莲的 肚子 就是宝宝心里苦 就是人不能想当然 他们就是 你看这个蔡英文 过早的想当然 认为 希拉里 希拉里能够当选 所以就先给 希拉里献位 你看希拉里 加油 动算 结果呢 特朗普当了 这下台湾吓慌了 这下吓慌了 吓慌了之后呢 我听说呀 因为特朗普 不也特别强调吗 不是我主动给他打 他现在就把政治搞得 对对 是他给我打的 胡同话 就是不是他给我打 他给我打的 听说呢 也是台湾的一些人 在搞这个一些的操作 反正呢 我相信绝对不是说 那么简单 就是说他手机上 没号码显示 他肯定是有一个 肯定有沟通 有沟通 他也承认了 有沟通的 所以你再看 下边这个图片 你瞧 蔡英文 特朗普 然后你往下看 这个 特朗普 你说他现在有人管他吗 甚至我现在 推特那个 都有人说 说这个 不管总统还是平民 我们都可以封号的 如果你违反规则 他就开始骂 连发两条推特 他是骂什么 他是说 就说美国一个 就是美国没有收过税的国家 但是呢 他们给我们 有这个好多好多钱 来买这个军火 还在南海 对对 盖建设基地 对对对 对吧 他这个 你看这个 特朗普 他如果说从 2020号开始 他还保留他这个习惯的话 那美国 就能把这个地球 能够里里外外 搞得破碎不堪 因为他在上面 会下降话 他一下降话以后 全世界 那些做决策的配板 不管是政治军事 还是经济 还是折磨 对 你再看 他说那个人民币贬值 他说中国有问过我们了吗 我们同意了吗 对对对 你再还有一张 这个是义军要出的是吧 他说他就是 这些年读了很多 关于中国的书 你看他说 他讲话就是没有逻辑 第一说我读了很多 关于这个中国的书 他然后说 我很了解中国人 我和中国人一起赚了很多钱 然后又卖了下他那本书 叫做交易的艺术 他还列了一张那个书单 关于中国书里面有我们这个嘉宾 扎老师的书 这你就看出 扎老师 我们这个强强三人行啊 就深藏不漏啊 特朗普列的书单里 有我们嘉宾扎建英老师 写的弄潮儿 可是扎老师好像特别反 特朗普 对对 以后你要问问他什么反应 扎老师基本上是饶意 那头的 就是 但是 他那个书本来是有英文写的 所以 就现在就看这个特朗普 他是真疯了 还是假疯 特朗普在有些环境上 从来就是以疯当政 而且呢 大部分时候 必须人疯了几次啊 也算了几十根头 有这个事情呢 他以后再去不疯了 就比较正常了 特朗普呢 一部分呢 也是他的性格 一部分他还走运 他在最疯的这件事情上 给他走真了 从此以后 这个心态就误得了了 本来他自多疯到500度 他现在敢疯到900度 除非他就是说 下一个要出来的大事 那个事情大到 有人在美国 用美国的法律来干他 因为到时候 你把美国的国家利益 卷到你自己的 那个疯狂的操作中心 就不行了 你觉得很简单 你看那个 我还记得就是那个 奥巴马第一次当选的时候 他本来喜欢用那个手机 叫做那个 当时那个叫 那个老牌 不是 黑莓嘛 黑莓嘛 黑莓 马上就是 就按照法律 按照保安法就讲 都会总统不能够这样使用 这样使用 国家明明明了 然后他后来就马上去改了 那么特朗普现在像他这样子 一定能往 一定能往这个手机上 往 等于上去往改美 是不是 那还得了 我后来看他到白宫 还去见奥巴马 奥巴马还笑脸相迎 什么笑脸黑着脸 全成黑脸 不是我就相信 这个表面的这个礼仪之下 美国这帮人 你知道 糟心 就开始这么一主 但是真没准 你说这个国际规则 是不是也可以破一破 就是说乱全打死老师傅 有的时候你还真不知道 他翻出个什么来 乱全打死老师 乱全打死小师傅 这个事是有的 比如说他哪个国家 也没核武器 也没什么实力 是吧 他回来一下 这个事根本也就够了 当然大家会牵着他 但是如果是他对 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乱全打 那可能把打错事 也就不得了 那也是个 咱们听一下广告 枪枪三圆形广告之后见 你看啊 我觉得特朗普一些话 有助于你了解这个人 他是现在都有人百句名言 特朗普就是说过的话 说当个有钱人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随便矫情 我就说 我的净资产 现在有八十亿 很快就会涨到一百亿 净资产 不是总资产 不是债务 净资产 我不是吹牛 信不信随便 我不吹牛 然后就是还说过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好看 就是因为我有钱 然后说如果希拉里克林顿 都不能让他丈夫满意 那他凭什么认为 自己能让美国人民满意 然后就说 跟你说 只要你怀里有美人 别人怎么嫌 那都无所谓 他讲这句话 普通的很多老朋友 真的很欣赏 听着瘦落呀 因为他讲了很多人心里话 对 包括在床上 很多男的都不在意这个 在床上 我从来没遇到过任何挫折 我给了很多女人 特别好的机会 但是他们成名之后 我就再也感受不到任何乐趣 你说这么一主 但是你看这次说 美国政府主流媒体 都在批评他的莽撞电话 白宫赶快说 他可没跟我们打招呼 是吧 然后呢 面对批评特朗普的反应 像个小男孩 在做错事之后 被当场发现 他在推特上说 就许你们卖给台湾 几十亿的军火 不许我接听一个 恭喜我当选的电话 而且他还真的是 他那个写的就是 台湾president 就是完全 他突然没术 他突然是没术 没朴 他突然对没朴 因为这个 因为蔡英文 都不敢在国际场合之下 用这个头衔 因为这个头衔 就是宣布无多利嘛 就打破了红线 红线底线嘛 因为蔡英文在任何中文史上和 他都用 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的那个生物 而这个基本上是 没有遇过满一九的 那个正式的表达 所以蔡英文这一次 连他自己都没敢用的头衔 特朗普在用这个头衔 那下面的故事就多了 他以后还会喊逼的人 用错误的头衔 他一定能干得出来 这个当选总统啊 跟这个台湾领导人 这种的这种辽媚啊 说是打破四十年外交惯例 就是 从七十年到现在为止是 但你其实再想一想 这事其实也没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太实质的 你想一想 但是他就是一个电话一撩 大家全都动了 就不知道他要想干什么 你看这个代价多小 他能把大家都给 我看那个中国报纸 那个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官方声音 就是说 特朗普先生呢 他带着他的个人性格 走进白宫 但是他并没有带 多余的力量 就那意思 我们中美之间 还是这个实力 导致的这种关系格局 美国并没有多出什么力量 这个我看您最近在FT 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 说的有些事 我都没听说过 说什么现在俄罗斯 本来要卖给咱们苏35飞机 先卖四架 今天年纪之前交货 作为训练用 说现在又犹豫了 现在又在往后拖了 这跟特朗普和俄罗斯 就有人在猜测 是特朗普跟普京打电话的时候 这可能就是一个教义 因为这两个人心心相应 很长时间了 而且普京现在也确实想 这个把跟奥巴马 搞得这么差的这个关系 能够修复 因为俄国也有 俄罗斯也自己 有大的麻烦事 你觉得特朗普有大计划吗 有大招 我要想这种大交易的事情的话 他当然想得起来的 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做买卖 他觉得你卖给中国 这种军部给我有麻烦 能不能不卖给中国军部 我们给你其他的好处 这种事情 他肯定就把他当成一个交易做的 而且他身边 我看他身边就是一个幕僚 关键看他身边人 他这个幕僚 今天是今天吗 还是哪天 在这个美国采访 就是说我们打这个电话怎么了 中国不高兴是吧 用了一个词我不知道 大概意思就是去他们的吧 就是 S-C-R-E-W DEM 当然就是去他们的 就是 就能说这样的话 对 他们以后 从元月二号开始 如果他们奥巴马 sorry 奥巴马下来之后 如果说所有的最重要的外交场合之下 他们只要保留现在做事或讲话的方式的五分之一 这个天下 这个四年就没有一天是暗邻的 而且我一定相信 他如果说把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搞糟糕的话 一定有人在美国国会要启动弹克他的这种程序 已经有人对 已经有人在想去招 有人已经在收拾东西了 但是我又觉得人家是选上去的 你说你要搞一弹劾 但是但是你刚刚说 对 现在最重要的是看他这个身边的人 他这个身边好几个是可圈可点的 一个说是现在是他的这个女婿 对他的作用特别的大 其实你说女婿是个什么 是个什么身份呢 但是现在不管谁跟他禁言 得先通过他这个女婿 还有一个他对中国的政策是通过谁呢 就那个基辛格嘛 你看他其实在给蔡英文打电话的同一时间 那个那个基辛格来到了北京 其实你看他是有两手的 基辛格到了 对他到了北京 还有人说对 他是给川普的跟中国的渠道就建立了 解释解释 就我们这总统有点半分 其实怎么回事 你们就谅解一下 也给中国点面子 对 这个川普身边 假如那两个人自己能够带下去的话 那两个人倒是处理 东亚关系包括中国包括日本 当然包括台湾香港问题 有两个人倒是处理 已经在这个所谓的政策研究圈子里面 已经做过三十多年了 一个就是那个YATS 我不要中文怎么翻译它的名字 还有一个就是以前 就前不久访问台湾的 就是在那个Heritage Foundation 就是那个传统基金会 他做过很长时间的 这两个人如果待在特朗普小圈子里的话 那么以后中美关系 就会遇到很多很多 听我们不愉快的 丁老师我没什么见识 我就问问 你比如说 你这么一讲我就担心了 你又把车坐反了 我是说特朗普 你说会不会真有这么一个强人 不是就说乱世就需要强人 以他强悍的这个意志 因为我感觉他现在就是梦想回到里根 里根那种时代 可是里根那种时代 对苏联当时这个冷战 非常强硬 星球大战计划 就是他这个憋的大招 他有没有这种企图 就是彻底把中国打压下去 就是让你们知道 在亚洲谁是老大 美国 他会不会搞些这个东西 我只能这么说 他就从个性上来讲 他跟里根之间有相似之处 但是还有一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里根是一个有原则的 而且这个原则自始至终是比较意义贯之的 特朗普这个人到现在为止 你还没发现他什么多什么原则 这家伙想到什么 有时候就是 他可能就想到什么就开始胡说 没有想不到的 不敢想的 没有不敢说的 所以呢 第二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估计关系上 你这样是不行的 你说你是个强人 你能强到 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估计关系上 就牵扯到 所谓的估计力量 估计对比 假如说 上任了 真的跟你玩一个 跟小英子约个会 见一面 这哪敢 这个敢 那中国大陆 中国当如何呢 现在 你现在这个台湾 现在就有人就开始吵这个事了 吵到今天早上 昨天一礼 台湾这个政府 开始出了一个正式的声明 说关于 蔡英文路过美国 到中南美访问的时候 见特朗普和美国政府的关于这件事 这是一个传说 不是一个事实 因为台湾估计现在也很紧张 也深怕把这个事情吵得太锅老虎 我们这边可能也开始要对他动手了 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比方说你来打个电话 我们就严正抗议了 那见了面呢 我们怎么着呢 见面的话 你看谁给他见面 如果说是美国政府的积极观音 OK 要是特朗普 要是特朗普后来是 共兴这一个GP的话 那就是差不多这个角 就踩到地雷镇上面去了 那就比打电话也那么多 因为他现在没上任 那这个是踩了 这是踩了我们动武的底线 那都不一定动武 但是中国会从来 其他方面跟他两个 捞得没完没了 就是我们会有政治手段 因为你 他这样做的话 也是政治手段 经济手段 我们根本比经济手段 可能要厉害一点 我们要用政治手段 但可是我觉得 你刚才说的有一个 你说他会不会 就是对中国特别强硬 你说我要把你给打压下去 说谁是老大 可是实际上 现在大家对特朗普 外交政策的认知是相反 大家认为他会收缩 他不是要前进南海 要打压中国 他反而是 他有可能从南海收 这个其实对中国 现在是来得太早了 有点 因为什么呢 就你想啊 美国如果现在 就像他在竞选时候说的 我核保护散 我不跟你日本 我也不跟你韩国 你们自己去交钱吧 那会怎么样 日本那自己造原子弹了 韩国自己造原子弹了 怎么样 那对你中国但有好处吗 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大家担心 他是回到过去的那种孤立主义 而不是说他要再前进 哦 对 所以我 我想起来 这是不是您文章中的一个问题 你觉得特朗普要真这么干 对中国利好 我想的是 就是去年6月12号的篇文章 就是 不是 就是 不是 还没到去年 今年6月12号的文章 假如特朗普 万一他 这个当选 当选上了 因为当时没把握 而且上来了以后 万一他把他选举的时候 讲的外交政治中间 几分之一 拿出来试一次的话 那整个亚洲的 大的这个棋盘子就变了 那为什么对中国利害呢 因为 刚才他已经讲过了 因为他不想美国 把太多的兵力 放在东亚 包护人家 他认为 他吃亏了 如果他要把兵力挽回收缩的话 那就把整个就是 在过去这些年来所谓的 这个全球战略这个部署 美国的战略部署 就是 180度的大早晚 因为他本来就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也就四年了嘛 马上就三年了 美国整个全球最先进的武器 百分之六十 就在我们周围 这个差别就不得了了 要是他挽回车的话 那剩下来 可以剩下百分之十 这百分之十 那这个亚洲 整个东亚地区的中国 就没什么担忧的了 那中国这些 现在马上就准备好了吗 你现在等于说 你过去你是对着一个美国 你现在要对着日本 对着韩国 对着菲律宾 不同的这些小的 这个各为其主的出来 难道真的是好事吗 让我当老大太快了 稍微有点快 真空啊 就说真空 像三年进行广告之后见 我给你看一张台湾挺逗的一个街头照片啊 这个台湾现在 这是为了宣传治安好 一名十九岁少女 日前因彻夜狂欢 不胜酒力 于夜店外暗像 静静醉卧一晚 未遭外力侵入 原封不动 原封不动 完好如初 警政署发布新闻稿 证明新政府上台后 台湾治安有大幅度改善 这个也是特朗普风格 特朗普风格 如果说把这种事情要推广出来 万一出来一件事 他马上就会起诉所有的公安官员 所以你知道 我就是说台湾福光啊 他现在 你看这些两年出的这些个事 弄了学生兵啊 光机额巴给导弹物发射出去啊 什么的 就是 而且 当然我不是台湾人啊 但是我实际上替台湾人觉得挺心疼的 就是 几十亿 照特朗普讲几十亿美元 这都是台湾人民的血汗 这个经济这么差 钱呢 问题是你买这些美国的军火 我真弄不明白 说实在的 我当然不太了解台湾情况 可是我从一个很实在的角度讲 打完全指望不上这些军火 你买这些军火 你说 真打起来 如果我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我不要武装了 世界上有的国家是这样吗 我不要武装了 打打不过 我就中立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你至于拿这么些钱 给他交税吗 可是大陆和台湾技术上来说 还是处于战争状态吗 你两岸那个和平协议还没签吧 你 不 有用才好 我知道 好多这个都没有用 花点钱干什么呢 是 都是没用 可是你作为这个政府首脑 或者是说最高的这些这个领导人 他不能不做这个动作 你面子比李子还重要 他是 美国方面呢 也有这个抱怨 说台湾呢 就是过去的这个20年来 就是GDP中间用于军火方面 不管是买还是自个儿造 比例是太小了 这件小比例呢 根本就 就万一两岸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 根本就不至于抵挡一下 你只能靠美国吗 所以美国呢 就这样 这个也是台湾就是住进无聊的事 一方面像我们美国把保卫台湾的这个最后的希望放在美国身上 然后自己呢 也不愿意做钱 然后自己呢 也不愿意去花这个心血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所以呢 这些年来呢 台湾方面呢 当然这也牵涉到这个美国金右派的另外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 所以为什么台湾方面 美国方面也不想把最好的武器卖给台湾 是因为台湾有很多人内心的是反的动力的 他喜欢统一 说你把这些年的武器卖给台湾以后的话 将来统一了 全国大陆 不要将来统一 现在就没有到中国来了 现在有个大陆 你这些年的武器就过来了 全个人服务了 因为打了内战的时候就有些说话 他说运输大队长 讲运输大队长 就有无这个事 他们是有无先例的 所以这个故事和我们有很多东西 对对对 蔡英文说 我只是军火的搬运工 我觉得这事台湾挺难整的 是搞一些这些小动作 但是有被大局呢 完全起不了 对